小小的沈岳竟然是剧组大哥 不过沈岳自己却说被男主们排挤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听说这个沈岳在剧组 大家都给他一个大哥外号 为什么会叫你叫大哥呢 为什么 我们只要有什么事情要求他的时候 或者是有什么东西要找他借 找他帮忙的时候就还说大哥 你什么时候这么没专业 经常经常 然后等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就开始 所以你看他们生活在一起 还是特别快乐的 因为拍了多长时间 一百五十天 就差不多半小半年 一百五十天 五个月过 剧组因为一拍完了就散了 那应该现在还是经常会有联系 泡脚的局有没有 没有 我跟他们不太熟了 他们都排挤我 大老师果然擅长制造混乱 不过沈岳的表情也告诉我们 不是真的被排挤 毕竟只有真正是什么 很熟悉的人才会互怼 突然有点期待这部剧了呢 欢迎大家看完后来评论区 发表自己的看法哦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可以搜索综艺最强音 关注订阅我们了